九个背包客爬山,却在山上迷路,还一直在一个石头阵里绕圈。 今天为大家带来不思议录像中的一个故事——影子。 故事以伪纪录片的形式展开,一个男人阿明坐在录像机前缓缓阐述, 初中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脾气急躁的人,当时老师告诫他们别着急, 人一急起来什么事都做不好,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他想起了这句话。 如果当时他们能够冷静一点、理智一点,一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阿明这样说呢? 时间回到几个月前,当时阿明和几个同事趁着假期自驾游, 几人将车停在山底下开始爬山,男男女女加起来总共四个人。 刚开始几人十分激动,一路上说说笑笑十分兴奋,但一上山几人就迷路了。 本来想着天黑的时候下山的,结果找了许久也没找到正确路线。 到天黑还在山上盘旋,几人也没有什么户外的经验, 再加上两个女孩子胆小,一直在说着传播负面情绪的话。 一行人是越走越慌啊,两个男生还吵了起来。 这时一个女孩发现他们正坐在一个石头围城的圈里, 一块石头上还染了血迹,看起来十分恐怖。 石头这种东西在灵异片中属于重要的凶器标识, 在这里看来也是十分不祥。 男同事说他在网上也看到过这个东西, 反正不是什么干净的东西。 几人难免将这件事往邪护的事情上想, 他们不敢再乱动赶紧逃离了怪圈。 可是在走了许久之后发现几人竟然又回到了石头怪圈里, 他们以为自己走的是直线,实际上一直在绕圈圈, 就像是遭到了鬼打墙一样。 这种情况下,几人的情绪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。 突然他们听到周围传来隐约的脚步声, 阿明拿着摄像机撞着胆子上前查看, 摄像机里似乎拍到了什么东西, 他惊恐地往后退,一边退一边念叨着什么东西, 而且那东西似乎还朝着几人过来了。 尽管其他几人什么都没看见, 但一看见阿明这副表情,瞬间也被恐惧侵蚀了, 毕竟人在害怕的时候神经高度紧张, 随便一点动静就能够吓得半死。 阿明想,是不是自己摸了那块带血的石头, 然后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? 反正是越想越害怕, 于是他开始向草丛扔石头, 最后几人惊慌地再次逃离了石头怪圈。 故事到这里,时间线回到现在, 冷静下来之后, 阿明一直觉得哪里不对劲, 直到两周前, 他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, 正好是他们当时爬的那座山, 上面发现了几个背包客的遗体, 而且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了。 讲到这里, 阿明又开始懊悔, 随着阿明用石头摆出SOS的求救信号, 一切真相终于水落石出。 原来那群背包客在山上迷路之后, 用石头摆成了SOS进行求救, 可惜当时阿明他们太紧张了, 根本没留意到旁边还有两个S, 一心被这个O给迷惑了。 他们听到的脚步声, 是虚弱到无法说话的背包客, 可惜紧张的几人将可怜的背包客当成鬼怪, 还用石头攻击了他。 就算当时他们没有砸中背包客, 但他们的离去终是让背包客彻底绝望, 最后背包客才冻死或者是饿死在那座山上。 所以说做事情之前, 冷静一点, 理智一点。 好了,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, 喜欢就关注点赞, 转发留言, 咱们下期再见。 。 。